是李福满李大哥吧 这是咱家这栋啊 李福满58岁 李懿 承包袜匠活 年收入5至10万元 家住长春 住房面积70平米 六楼 哎 这啥脱门口啊 鞋 能干净点 工作服务都在外边 放屋里觉得买一摊 嗯 永久性的 啊 特意门口放个帽不 对啊 擦地嘛 留人哪个也不相当 就擦一擦 你这厨房也挺开心 这不是特意收拾的吧 不不不不 特意收拾啥的 啊 平时就这样 啊 平时就这样 都没有活 那有活 天天活日才能有活吗 你看看 虽说李大哥一个人过日子 但他也把家收拾得像模像样 可李大哥说了 男人干净不算啥 最主要的是他得能挣钱 包小活 啊 你是承包啊 挖家活 那你是年年都有活吗 年年都有啊 这设备都有 啥设备啊 什么搅拌机来挑拔来挑 这一用能想到 人力也是咱们的 人力也是咱们的 几个人啊 不一定 用多少有多少 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什么样 最多十个多少人呢 三十几个人 他就是管钱就行 给钱经过好了 给咱们就行了 那一年能挣多少 十万八万的 七十分钟的 基本上 李大哥说 他现在年年包活 年年挣钱 可起初 在他没接触 袜将活时 他卖过水果 也养过猪 可日子咋过都不宽裕 就在一九九九年 他和前妻离了婚 大哥说 离婚原因有很多 但最主要的 还是当时 没挣着钱 咱老挣不着钱了 你干着的 好像就像你无能似的 人家就不跟我过了 不过不过呗 一个男人 能怕这事吗 李大哥说 那时候虽然挣的不多 但他把钱都交给前妻 因此自己手里 也没啥积蓄 好在离婚那年 赶上占地拆迁 才让他有了个容身之处 我们拆迁 剩点钱就贵他了 那传贵我 你就要个房子 手里空了 空 完了 回家还拉一万五千万钱 几万 咋还上去 干完一会儿 开始 我跟他分开之后 我一开始挣钱了 干活一年把 金融圈还上 开始干完的 活人家公司 二百二十元 那就叫做非常挣钱了 一天二百多块 十一天就两千多 干得非常有劲 李大哥说 想要挣更多的钱 不能一直给别人干活 于是 他就有了自己包活的心思 给人家干 干着干着 我一看市场 这有的市人 谁都不干 谁都没活干 咱找点活 找他干呗 然后你就把他们给 懒到自己这块的 对 就这么点 那他们都跟着你 干愿跟着你 对 就是他们随叫随到 就是用到他们去 对 只要是我招呼他们 他们在外边干活 他都得回来 你为啥能懒到人呢 他们不趁钱 想吃啥吃啥就管 都是管的 必须对人家工人 对对人家的弟兄们好 我不说是工人 都是兄弟 就这样 凭借着李大哥 实打实的 对工人们好 越来越多的弟兄们 甘愿跟着他干活 这人手都有了 家伙事也得跟着 置办起来了 开始借家伙事 最开始家伙事借的 后期自己制 那些家伙事是多少钱 要问钱都没多少钱 猪日大 俩库房住 在哪呢 在团子里面 那点这 都知道我有人 有工具 完了有活 又给我打电话 之前是我找活 现在是活找我 闲鱼翻身了 如今李大哥帮活 也有六七年了 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 离婚第三年 他又找了一个伴 可两人还是不欢而散 因为他伪生搞不上去 埋的呀 对 咋埋的呢 典型粒粒的啊 我能有十天没家厨房吧 就这个大理石 用刀子一刮子出去玩 我看不出来了 这个屋里的清晰 不熟识 两人分手后 李大哥就一直单身到现在 按理说 李大哥会过又能挣 这老伴应该不愁着 可后来给介绍的 一看他没有退休金 就都不了了之了 对于没有退休金这事 李大哥有他自己的看法 李大哥说即使没有退休金 他挣的钱也足够他和未来老伴养老了 那李大哥到底想找个啥样的班呢 只看队有钱你别跟我说话了 没啥意思 能过日子 我也不需要他干啥 把屋里手干净上去 没了 没了 就是一个会过日子 按照李大哥的择我标准 红娘联系到了 家住长春的刘亚玲 刘大姐 刘亚玲 刘大姐 刘亚玲 57岁 李毅 卖过水果 无劳宝 家住长春 租房住 刘大姐老家在德惠农村 之前老家有房子 可离婚后 他就一直在长春租房子住 把打拼挣来的钱 供儿子上了大学 就供孩子上 大学 高中 都是我供的 上我就供吧 那这人嘛 那农村除了个大学生 不停的啥 那时候不像现在 普及大学了 就现在我回去的话 我们的那地方也都 都夸我呀 咋夸呀 现在也就是 现在就 看人家 人家混成 就是孩子供出去了 那农村有几个考上大学的 那时候 这都说 供出个大学生不容易 回想起 刚来长春打拼的时候 刘大姐的日子 过得真是苦不堪言 你是因为供孩子 所以才来 出来的 对呀 骑进车 半夜前两点多钟 上光不落 上那个鸭蛋 就开始来 戴大面帽子 晚上 不卖鸭蛋后 刘大姐打了几年功 后来租了个摊 卖起了水果 每天击倒塌黑的 上货卖货 他甚至连顿热乎的饭 都顾不上吃 在卖水果 那时候你还能 难顿吃饭呢 可外边随便 起货时候 整垫不点 就完事了 卖货时候也是 看啥现在吃不 乐了就整点吃 没有休息日 哪有休息日 那时候你都 也舍不得休息 一天天 你尽钱 天天尽钱 谁能舍得休息 一天能找多少钱 我一天 我有时候都 挣千八点 干得 干得可有劲的 一天一行 为了孩子 孩子天天 那时给得回 那个乙总上学 住校 月月就给孩子拿钱 就为了这点钱 成年攒 攒 然后给孩子拿 我那时就 苦自己供孩子 刘大吉说 那时候为了供儿子 他啥苦都能吃 好在儿子 也成家立业了 刘大吉也不用 再奔波劳累了 可刘大吉说 毕竟他是 从苦日子中过来的 所以他现在过日子 也养成了 节俭的习惯 你说说 多年纪都有 十五六年的衣服了 我不告诉你 这个衣服十五六年了 对呀 这我都还留着呢 还能穿去吗 这都是以前的衣服 以前的衣服 以前这衣服都没扔 这衣服都得有十六年了 你说说 你看我这碗 这十碗这碗 都舍不得扔吧 这个都这样了 发都没了 电风锅坏的包屎 这碗拿 当起菜盆啥去吧 这个是包屎的电风锅呀 对呀 当盆啊 对呀 都去当盆啊 都没冷嘛 这不是冲顶坏都节省嘛 不浪费一点东西 你以为一个月多少钱够了吗 我现在 我自己现在有五百块钱都吃不了 一个月啊 刘大姐说 他虽然现在在吃老本 但平时花销也不大 再加上儿子也经常给钱花 所以生活不成问题 可儿子如今定居在山东 他这身边还是得有个伴啊 刘大姐想找个干净力症有稳定住房的人好好过日子 这不正是咱李大哥吗 你也上船了吧 我也上船了 这是顶层啊 你也上船了 你也上船了 你好 你好 我刚才还跟大爷说呢 我说你鞋子偷挖一头 嗯 李福玛 李大哥 刘弥雅零 小大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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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你看看 你这屋 哈哈 天亮里的 哈哈 坐坐坐 你说房子吧 屋里呗 人 人 人挺亮的 说人亮的呀 嗯 演员行 啊 演员 长得漂亮 啊 亮的 咋样啊 天亮 哪儿不行 这样看后就 就密箱子 两人初次见面 李大哥觉得刘大姐还不错 可刘大姐这头呢 觉得李大哥不合自己的演员 除此之外 刚爬完六楼的刘大姐 似乎还有别的顾虑 上六楼很累 嗯 六楼反正累点 真是太远 嗯 啊 大东边 大北边 啊 你们东边二道的啊 啊 二道啊 二道哪啊 这区子 他这个地点我也没想走 你觉得这个地点咋的 不行 太远 太远了 嗯 楼层上也不行 太高 这个年龄的上这么多高 和楼卡呀 原来刘大姐觉得 李大哥家离市区远 楼层太高 也不方便 这不啊 俩人坐下来之后 现场的氛围呀 就冷了下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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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是外面了 我不说外面 谁都不说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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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姐因为演员问题 所以觉得和李大哥没话可闹 可起初觉得刘大姐还不错的李大哥 咋也不吱声了呢 于是红娘把李大哥单独叫出来 问问到底是咋回事 看来李大哥是真相忠刘大姐这人了 在喜欢的人面前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了 红娘看着也是干着急 于是决定帮李大哥一把 还行 挺好 我不知道已经对过咋样 我长得我没说可怜点 也可怜点吧 那岁我脚也不是啥缺点 那没着呢 就这样 曾大岁应该看过日子 我是反正是这几年吧 自己整点工具 什么搅拌机来 跳板来架子了这下晚上 我都治不治吧 手下还有些个兄弟 外来都找我干活 我就去搜 现在多多少少也算个小包包头吧 现在你一年的收入多少钱呢 我这个不好说 低打五六万吧 高了不行 你活好呢 多挣点 十万八万十几万也没准 其中要说起来这一年总的就是干 就是两三个月 这丑的是正面贵一点 这通过了解 刘大姐也看出来了 这李大哥是个会过日子能挣钱的人 他对李大哥也有了改观 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外表吧 说我挺注重的 但是说如果说是条件特殊有秀的 我特殊有秀的话 你才在于这个房子要发现 房子这个问题 不是房子 这个房子 我跟他来 你说我也是 这当时也没想走 完了你在 这些条件 我再没有的话 那你作为啥意思 刘大姐说 他觉得李大哥家地方太偏 楼层也高 想住的离市中心近点 这样啊 将来打个零工也方便 那对于刘大姐的要求 李大哥那边能接受吗 我得咋说呢 这个这个年里吧 说得长的这把呢 都是能在开外其次 但是就是说 这地方我 我不想过来 那没着 地上改不了 因为我得靠这把吃饭 我得靠这扔钱 因为我这个圈子就在这 我不能离开 离开我没圈子了 大姐是行的啥呢 怎么能换个地方 不能 这个绝对不能 太过分了 什么要求吗 是 存手无忌之大 我就觉得在这卡 生活非常好 那我挺爱的 我挣钱能挣钱 我刚上别处去 我不能挣钱去 到别处这卡 连个饮食都没有 那是十少的 我还指望他 要我卖房子 让他那 曾经买房子 开什么玩笑 面对刘大姐 想要换个地方 买房子的要求 李大哥直言 办不到 于是李大哥 当即立断 要跟刘大姐 把话说开了 那只能抱歉了 对 没 只能抱歉了 我不能动 对 对 嗯 那这就是缘分 对啊 走吧 明白 明白 后来啊 刘大姐跟红娘说 她之所以要求大哥 换一个房子 是因为一开始啊 就觉得这李大哥 在演员上 差那么一点意思 所以呢 就想着在条件上 着不着不 要是大哥 愿意为了他 考虑换一个楼层低 离市区近一点的房子 一来呢 说明大哥在乎自己 二来呢 自己住着也舒心一点 那这心理呢 也就平衡了 但是李大哥不愿意离开 住了多年的老地方 这也是人之常情 俩儿呢 也就没有缘分了 那接下来啊 红娘又给李大哥介绍了 家住长春的汪红玲 汪大姐 嗨 汪红玲 汪大姐 汪红玲 53岁 丧偶 卖过鱼 吴老宝 家住长春 租房住 汪大姐 咱那会不会上有个 美甲美睫贴的那个东西 这有姑娘做的 做美甲在家 贴那 你跟姑娘一起住 对呀 那是谁的房子 你的房子还是姑娘的房子 她租的 就我们娘俩 是租的呀 对 那咱这个房子 每个月租金多少 一千斤 一千斤 这个是你拿还是姑娘拿 我姑娘拿 那姑娘结婚了吗 结婚了 小孩都六岁了 那姑娘结婚了 为啥不跟那个丈夫一起住啊 那我们那俩没有房子 有几个女人愿离婚了 这孩子那么大了 我也 人家想过就过 看她也是过个义区了 啊 比姑娘是因为 离婚家才租的房子 对 那大姐你现在干啥呀 在那个游乐园的 卖票去 那那个能挣多少钱 一月才两千四 汪大姐老家是公主岭农村的 来长春才三年多 这房子是女儿给她租的 后来女儿离婚后 母女俩就住在一起了 现在汪大姐偶尔打点零工 老家的地也年年都租出去 我有地 七亩多地在 年年租 年年我都租 一年能租多少钱 没多少钱 就 七亩 七千 六七千块钱 对对对 就这样 那现在就是有这个地钱 年年 对 就跟她爸那时候 做点小卖 就是卖 卖过鱼 再卖点冷面 她上货 闲的时候就卖点货 忙的时候就送地 汪大姐说 之前在老家既种地又卖货 她和老爸的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可就在2012年一场意外发生了 那些正卖货呢 就突然心脏了 是新梗 新梗 对 突发新梗 嗯 之前有什么征兆啥的 没有 没有 一点征兆都没有 嗯 送医院就不行 刚开始几年的小时不行 我现在也不 也能走出来了 因为毕竟的人没了 你说是不是 老伴去世后 最开始汪大姐一直沉浸在悲痛中走不出来 可如今老伴去世八年了 她也一点点想开了 还是得找个伴过好后半生啊 首先脾气得好 性格好一些 好一点 哪怕在外边发皮呢 在家 在家不能说那发皮啥的 就是偶尔的了 有点小丑 生气了 那都不随事 就这个很关键 再一个呢 直腾直热啊 俩人 就主要是这个人的性格 对 除了这个呢 没啥要情 了解了汪大姐的走偶标准 婚娘决定安排她和李大哥见上一面 不知道俩人能否和演员呢 还买的水果啊 买点呗 哎呀妈 啥呀俩波罗 丑菊啊这是 丑菊啊 欢迎你好了 妈大哥给你买的水果啊 别买 别花了去 谢谢 这个是 这是汪洪凌 汪大姐 这个是 李芙玛 李芙玛 李大哥 欢迎你 第一印象真不错 哪个不错 感官体感觉挺温柔的 挺随呀 挺顺呀 演员是挺好 嗯 演员挺好 行还行 哪行呢 挺实在 挺实惠的 第一次买点水果是不是挺好 这李大哥和汪大姐初次见面呀 两人也都过了演员这关 李大哥这边也主动打开了画匣子 今天多少岁是吧 53 许岁53 你呢 许岁59 你能多爱许岁 原来还行 你多爱许岁来 我数机的 59是数啥的 数兔 数机数兔 他也是不犯像的 不犯像对 一次不犯像 两人都觉得双方的数项不犯重 汪大姐这边对李大哥也挺有好感 也更主动的跟李大哥落起了磕 你平时在家都干啥 干活 就是在 挖你活 挖你活 对 大哥是那啥 他是包 包活 但是大哥 就是说你包活 就是包几个人 是不是 然后你也跟着干 不是几个人 不是几个 需要多少人 你手里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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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 二十个 三十个 把根据活的量来看 那是对 那我也自己干 自己有能干也能干 最近有点 对 带着也带着 活着还行 挺能挣钱的 从哪儿看 你怎么能挣钱呢 干活着 他带着几个人 他自己也能干 通过了解 汪大姐这头觉得 李大哥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李大哥这边 对汪大姐的印象也挺好 于是李大哥 更是主动提出了 自己的要求 我得要求 在家好好的 手术做饭 手术做饭 手术就洗手术 就可以了 但是你说的洗手术 那手术家七太不识事了 这是一个女人 我觉得是应该做的 说不是事 说实事非常难 那一个女人 打理不好家 nh 那就不行 大哥是第二个 非常难啊 就是说她不手术 啥子不手术 在这眼里吧 就像这样非常可以了 我这一天收拾一遍 没有小孩照不上 一天收拾一遍 家里人过这一日子 过得乐乐呵呵的 别吵别闹的 把屋收干净利索 做点放大 其实挺好的 你这个观点我非常高兴 过日子 他只要把屋里收拾好了 我不希望不考虑一下 你觉得他能收拾好 我觉得看这感官应该行 要不是这种人 不是一天的收拾利索的 你就说是你县整这个 你整不出来 就像我那县整 收拾不出来 李大哥觉得 汪大姐在过家这方面 应该不成问题 再加上演员过关 李大哥更是开门见山的 询问汪大姐这块有啥要求 假如说咱俩行的话 你有啥条件 太直线了大哥 必须直线的 有啥条件 他想问我一个 这玩意 你说 你说咋给条件呢 你说 多买个老宝吧 那老宝吧是咋好事呢 是交 21万 21万我自己有点 你要是能给我出 11万 11万块钱 我就能把这老宝卖了 然后咋俩就 就过日子了 是不是 谁能保证我 你谁能保证你 三年五年你就走了 年八年你了 你能做保证吗 面对汪大姐提出的 交老宝的问题 李大哥不能接受 而汪大姐这头 似乎看出了大哥的顾虑 也主动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你要说 你千万别拿我当别的女人 就是说 也弯转的 就是说 不实行过日子 我绝对不会那样事的 只要说 就是说 这俩人喜欢的 就是说 得有演员 各方面都挺好的 我就是跟你过这一部伙伴生 绝不会有啥二心 这个你就放心 或者是呢 你要交不了这个 十万块钱呢 你就一个月给我两千块钱存起来 一月存两千 嗯 属于公司吗 这也不是公司 居家过日两口子 没有谁给谁存钱 说实在 在咱家过日子 还能缺点钱吗 这时候真话 你老时候不缺 能缺点钱吗 那都是你一手 咱们抽下里都高 让它高 你可以飞边花 但是你这个条件太苛刻了 大姐 那两个人一起过日子 但你说这个我也 我也不是说不理解 我也理解 行 别了 走吧 吃了 那你这么自卖的事情 有点净 李大哥的愤然离场 让汪大姐直呼 脾气太急 红娘也赶紧出去 追李大哥 真生气 没这样的事 如果真心跟他过日子 能相互到老的 咱是求之不得的 咱们得捧着 哄着 咱能查事吗 既然咱说 我死到头了 我留下的东西得够你 李大哥说 他就想找个老伴 诚心的跟他过日子 在俩人过日子当中 他自然不会亏待对方 安抚了大哥的情绪 姑娘决定 看看汪大姐这头 是啥看法 通过沟通 汪大姐觉得 凡事都可以商量着 于是汪大姐也让红娘 问问李大哥这边的意见 刚才在楼上问了大姐 大姐说你这个情绪太激动了 因为她觉得 这个动机是商量着来的 就两个人钱碰一顿花 她也是同意的 她这个动机就不行 她有这个动机 有这个想法 做地球 不能回家 就是她有这个想法 你也就是觉得 不能进行下去 不能进行 请不吝点赞 我知道 您一定会 也不在 这沟通